各位朋友中午好 今天中午我争取一个时间去找一下五花果线叉的猪条 因为我们知道这只五花果就是上次我一直没有切 然后这些现在它已经长牙长得很长 所以今天我决定会把它切成这条做扦插 因为像我们看底部算是我留那么低 然后这边吐出来那么高 我来不及切掉 今天它若我们这样翻的也可以 可是看它的整整个形状不好看 所以我决定今天会把它切掉 OK 我会切掉 然后我会做一个扦插的枝条 OK 看不看 看不看 这边的话 好 这样 看起来 我们已经有一个扦描的枝条 已经有一个完整的 下面这个我也要剪掉 好 我们看 这样是不是已经平衡了 ok 然后这边 这边也有一个地方 还没完整 这边比较高 所以我现在也会把这边的剪掉 好 这样 现在它已经相当的完整 然后这些呢 我会做签签叉的枝条 平时呢 如果 做签叉呢 我们不能留那么长哦 可是我今天决定 试试看 因为反正呢 这几个我也不 不能留那么长的 我也要剪掉 可是因为 我不剪 我就直接给它做那种 嵌插 我会使用那种 保利笼的盒子 然后给它做嵌插的 看结果会什么样子 OK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呢 等一下 我这里 我这边呢 已经准备了一些清水 里面是清水的 这里是清水 然后 清水的 我还要加上一些 哦 这个生根基哦 这是生根基 好 那是生根基 然后我会摇一下 那是生根基哦 OK 这边 然后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会 OK 接下来 我们会把这些椰子的 剪掉 OK 然后像这个的话 我可能会 留两个吧 我留两个 我现在会摆在里面 大概 几个小时吧 我会放两到三个小时左右 因为它 这一段 这几只是没问题的 可是像 这些的话 因为它已经 椰子 已经流出来 所以我们 还是 我先先看 我怕这些椰子 应该是要 剪掉 我会留一点点而已 我会决定 慢慢留一点点而已 再过大概十天左右 我们再看看 效果会成样子 这边哦 这边哦 再看 spoiled 那 早 isco 拍 咱 咱 拍 咱 咱 拍 拍 ott 咱 好,我们会留这么长的 然后我决定呢,我会放几个小时的 OK,我们看 这些呢 里面是薪水 然后我有加上生根基 这是我们这里的生根基 然后是100克 OK 我们现在会等它看 因为它的这些都比较长 它的牙龄毛很长 所以我会放大概几天的时间 如果我们只放 没有,我会放几个小时的 起码也会放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让它的营养里面 薪水里面的营养一直往上面 然后延伸到上面的这几个地方 让它可以养这几只大概一个礼拜 因为过了一个礼拜 几乎它下面底部都会长根 它自己到时候会吸收营养了 它可以养自己了 所以呢,目前的话我们就 会先维持 让它吸收一些营养 等到那时候呢 它就可以自工自工 就不用化了 我们看,因为这边呢 它有些牙了 我还是要剪掉 我们不要留 椰子留过多 它的水被淘汰越坏 它的生还机会越小 所以我们就减少它的负担 让它里面的营养可以养 跑到这些 这样子 我会放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下午 下午的时候 我会直接给它做一个扦插的动作 到时候我们看看结果会什么样子 其实我弄那么长的 也是第一次我做 但是我 我有一点感觉的 就是我会成功了 那主要是我们不要太急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急也不行 所以我们要慢慢来 慢慢的来适应 OK 我们再等看看 好,今天我视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他结果和详细的分享 我下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哦